如果你把信息充分的公开 那民众有的时候是可以理解 原来政府的用意是这么好 原来政府也有难处 原来考虑公共利益 我们自己每个个体 其实也是应该做一些必要的让步的 换句话说 你不仅可以得到信任 甚至可以得到支持 10月30日 汉渔区市政园林管理局召开了媒体通报会 表示正在委托环保部华南环保科研所进行环评 并且承诺如果环评通不过 绝不开工 保证做到公正科学严谨 和全面的对肯项目进行环境影响评价 但是市政局的表态并没有让居民们安心 他们还是向多个部门递交了反对意见书 你这份意见书里面主要的内容 主要是想表达什么 首先就是观点 强烈坚决反对建垃圾焚烧电厂 我觉得政府是不可能 我是百分百的相信 不可能不去重新审视它这个决策 是对还是错的 我就这么自信 如何解决即将到来的垃圾围城的难题 垃圾焚烧发电厂到底该不该建 成为汉渔区所有人关注的话题 11月4日 潘云区人大常委会组织了七十多名人大代表 专题视察了潘云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规划选举情况 他们的考察结果如何 又是否能够化解民众的反对呢 11月5日 广州的许多报纸刊登了省庭中心 关于垃圾焚烧厂规划记周边居民 有97.1%的人反对建设垃圾焚烧厂的调查报告 就在这一天潘云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刊登消息 驱人大代表们认为建设垃圾焚烧发电厂是明星工程 人大参与了这个东西没有一边打 它是站在一个比较公正的范围内 去密切注视监督政府去怎么推进这个事 我们是作为人大代表 我们是希望政府要按照依法来选择一个群众满意赞成 但是最终还要解决垃圾能够找到一个出路的一个地方 去搞这个垃圾发电厂 但是这些人大代表也坦诚 自己并没有去接触规划地周边的村民和居民 也不了解这些群众的想法 视察中除了听取相关部门的汇报之外 你们和当地的群众有何交流 了解过